大家好,我是卢靖山 今天给你们分享一下孕期怎么去控糖 我头三个月怀孕的时候呢 因为医生就建议说不要去运动 然后天天给我吃孕头 那个时候呢,确实就是 就是吃东西有点长重了 然后长重以外呢,还血糖高了一点点 那我有什么方式去帮助我的 就是控制我的血糖呢 就是摄入对的医生菌 我平常都有吃医生菌这个习惯 所以呢,我们除了吃医生菌呢 一定要配好这个科学的饮食方式 用这两个方式呢 去调整我们的肠道里面的菌群环境 这个除了对妈妈的这个肠道菌群好之外呢 其实也给宝宝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我平常在家里呢 就选择了用这个per days的医生菌加维他命D 这里呢有12种针对孕期的医生菌和医生源 结合临床服用三个月 可以对孕期血糖控制 起到一个好的辅助效果 至于医生菌比较特别 你看到它是外内有一层油 保护着里面的医生菌 这层油是什么呢 是维他命D 然后这个维他命D呢 有一千个I1国际单位的余地 这个能保护到里面的医生菌 为什么要保护呢 因为这个胶囊其实是耐胃酸的 我们需要安全地把这个医生菌 带到我们肠道里面 所以每天空服一粒 这个就能达到我们这个医生菌的保护了 除了吃医生菌去控糖以外 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饮食 就是配合一个科学的饮食方式 那我们在运行里面怎么可以控糖呢 第一不能吃高糖分的东西 我当时是把所有面粉 白米饭 这些加工过的一些淀粉都去掉了 但是我会吃泥奶啊 天米饭啊 红米饭这些 还有呢 注意就是吃完 可以去适当地去走走 做个30分钟 这个能帮助我们控糖 然后水果呢 也不要吃太多 有一些非常高糖的水果 比如说葡萄啊 芒果 菠萝 都五分晚上一定要多吃菜 我一分晚上都不会吃淀粉 这样呢 就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饮食 帮助你控糖 除了这个以外 也有一个小窍门 就是如果你来看我之前的视频呢 也可以每天早上一勺子的 这个苹果醋加水 因为这个方式呢 可以把我们肠道里面不好的菌群 把它去掉 医生菌 科学饮食 凭我醋加水 所以通过这几个方式呢 我们是可以很好地去控制我们的水糖的 但是除了这些以外 一定要补钙 补钙也有敲门的哦 孕期补钙呢 也是要选好好吸收的钙 所以呢 我选择了这个Predase的钙 因为它里面用的钙片呢 是柠檬酸钙 除了这个以外呢 它其实是加入了维他命D 我的医生跟我说 他说有一些人 怎么补钙都补不上来 是因为他们其实缺了维他命D 这个钙片它的片剂比较小 所以好吞浮 孕期补钙呢 一定要记得分量补充 这样吸收才会好 好了 今天的孕期分享就到这里了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问我 还有记得 因为每一个人的 就是身体都不一样 所以你们一定要咨询 你们自己的医生 然后听从医生 给你的建议 感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